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说 外汇储备规模是基本稳定 截止到今年的三月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 31700亿美元 比上年末下降了465亿美元 那么这个里头主要的原因 我们在对外发布数据的时候 也跟外界做了解释 主要就是一季度我们看到 美元指数上涨是3.7% 那么非美货币就是相对美元是下跌的 另外就是主要国家的 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线 所以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 这个变化等等因素 在这些综合的作用下 外汇储备账面的价值是有所下降的